惠妃的父子俩 雅典的戴达罗斯是莫提翁的儿子 厄瑞克特斯的曾孙 也是厄瑞克族人 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设为建筑师和雕刻家 世界各地的人都十分赞赏他的艺术品 说他的雕像是具有灵魂的创造物 因为从前的大师创作石像时 都让石像闭上眼睛 双手连着身体无力地垂落下来 而他第一个雕刻的人像张开眼睛 往前伸出双手 并迈开双腿好像走路一样 可是戴达罗斯却是一个 爱虚荣和爱嫉妒的人 这一缺点又使他作恶 使他陷于悲惨的境地 戴达罗斯有个外甥 名叫塔罗斯 塔罗斯向他学艺 而他的天分比戴达罗斯高 并立志做出更大的成就 还在儿童时代 塔罗斯就已经发明了陶宫悬盘 他用石的河谷作为锯子 用锯齿去断一块小木板 后来他又一样造了一把铁锯 从而成为锯子的发明者 他还发明了圆规 起初他把两根铁棒连接起来 然后让其中一根固定位置 让另一根旋转 他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人 还发明了别的巧妙的工具 而这一切都是他独立完成的 没有他舅舅的帮助 因而他出了名 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戴达罗斯担心 他的外甥会超过他 一股嫉妒的怒火油然而生 净阴险地把他从雅典城墙上 推了下去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外甥 戴达罗斯埋葬尸体的时候 十分惊恐 慌里慌张被人发现了 他谎称再买一条蛇 可是他仍被指控谋杀 受到希腊雅典最高法院的 传唤和审讯 结果被判有罪 但他逃脱了 在惊慌之中 在阿提喀斯迷失了方向 流浪多时 最后来到克里特岛 他找到国王弥诺斯 并在那里住下来 他成为国王的朋友 被当作有名王的艺术家 受到极大的尊重 国王委派他给牛头人身的巨怪 弥诺陶洛斯建造一所住宅 要让进去的人都感到晕头转向 迷失方向 戴达罗斯头脑灵活 静心建造了一座迷宫 里面迷回曲折 是进去的人不有的眼花缭乱 双脚不有自主的走到岔道上去 无数的过道互相交错 犹如弗利基阿的密安德河迷回的河水 一会儿顺流 一会儿倒流 又回到他的源头 迷宫造好后 戴达罗斯走进去查看 连自己也几乎找不到出口 弥诺陶洛斯就深藏在弥宫的深处 根据古老的规定 雅典城每九年 必须给克里特国王送上七名同男同女 作为进贡弥诺陶洛斯的祭品 戴达罗斯虽然受到赞誉 但因离家日久 总是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而且他感觉到国王其实并不信任他 对他缺乏真诚 因此他不愿意在这个孤岛上虚度一生 他想设法逃走 酒精考虑后他高兴地说 弥诺斯虽然可以从路上和水上封住我的去路 但在空中我是畅通无阻的 他开始收集整理大大小小的羽毛 把最小最短的羽毛拼成长毛 看上去像天生的一般 他把羽毛用麻线在中间捆住 在末端用蜡牢 最后把羽毛微微弯曲 看起来完全像鸟翼一样 戴达罗斯有一个儿子叫伊卡洛斯 这孩子喜欢站在他的身旁 用一双小手帮父亲劳动 父亲听凭他在一旁随意地摆弄羽毛 微笑地看着他的笨拙的动作 终于一切都完成了 戴达罗斯把翅膀附在身上湿了湿 他像鸟一样飞了起来 轻轻地升上云天 然后重新降落下来 他又指教儿子伊卡洛斯如何操纵 他已给儿子做了一对小羽翼 你要当心 他叮嘱道 必须在半空中飞行 你如果飞得太低 羽翼会碰到海水 战湿了会变得沉重 你就会被拽进大海里 要是飞得太高 翅膀上的羽毛 会因靠近太阳而着火 戴达罗斯一边说 一边把羽翼给儿子 附在他的双肩上 但他的手却在微微地发抖 最后 他拥抱着儿子 还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吻 两个人鼓起翅膀 渐渐地升上了天空 父亲飞在前头 他像带着初次出船的 雏鸟飞行的老鸟一样 小心地扇着翅膀 不时地回过头来 看儿子飞行得怎样 开始时 一切都很顺利 不久 他们就到达萨摩斯岛上空 随后 又飞过了罗德斯和帕洛斯 伊卡洛斯兴高采烈 他感到飞行得很轻快 不有的骄傲起来 于是 他操纵的羽翼朝高空飞去 可是惩罚也终于来了 太阳强烈的阳光融化了风辣 用辣封在一起的羽毛 开始松动 伊卡洛斯还没有发现 羽翼已经完全散开 从他的双肩上滚落下去 不幸的孩子 只得用两手 在空中绝望地滑动 可是 他飞不起来 一头栽落下去 最后 掉在汪洋大海中 万寝碧波 把他淹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 瞬间便结束了 帕派罗斯根本 没有觉察到 当他再次回过头来时 没有看见他的儿子 伊卡洛斯 伊卡洛斯 他预感不妙 大声呼喊起来 你在哪里 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 最后 他惊恐地朝下面 瞅了一眼 他看到 海面上飘着许多羽毛 帕派罗斯 连忙收住羽翼 降落在一座海岛上 将羽翼放在一边 他张大眼睛 满怀希望地寻找着 一会儿 汹涌的海浪 把他儿子的尸体 推上了海岸 天哪 被他杀害的 塔洛斯 以此报了仇 血了恨 绝望的父亲 掩埋了儿子的尸体 为纪念他的儿子 从此 埋葬伊卡洛斯 尸体的海岛 就叫做 伊卡里亚 拜达罗斯 怀着悲痛 又继续飞行 他飞向西西里岛 这里是国王 科卡罗斯 统治的地方 就像从前 在克里特岛上 受到 弥诺斯的款带一样 他在这里 也受到盛情款带 被当作贵客 他的艺术天才 使当地居民 十分惊喜 他在那里 兴修水利 造了人工湖泊 又把湖水 顺着河流 一直送到附近的大海 在陡峭的山栏顶上 又一块 无法攀登 冲击的险要地方 连树木也难以生长 他在上面 建造了一座 坚固的城池 修住了一条 扬长小道 盘旋而上 直到山顶 这样的城堡 只要三四个人 就可以守护 固若磐石 科卡罗斯国王 选择这座 难以攻克的城堡 存放他的珍堡 戴达罗斯 在西西里岛上 完成的第三件工程 是在地面上 挖一座山洞 他从洞里 巧妙地 引起地下火的热气 所以 既是一座 潮湿的岩洞 现在也舒适地 如同暖室 好像岩洞里 安乐取暖设备一样 人在慢慢地出汗 却又不嫌太热 此外 他还扩建了厄里克斯山上的 阿福洛迪推神庙 给女神 献祭了一支金蜂房 戴达罗斯 惊心雕刻 那些小蜂窝 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 跟天然的蜂窝 一模一样 国王米诺斯听说 戴达罗斯 逃到西西里岛 非常恼怒 决心派出强大的部队 把他重新抢回来 他装备了一支舰队 从克里特一直拾往西西里岛 他的军队上岛以后 驻扎下来 然后他派出使者前往京城 要求国王科卡罗斯 交出逃亡的戴达罗斯 科卡罗斯 听了这一帮君主的 蛮横的要求后 非常愤怒 他思量着 怎样一举消灭 这位来犯的头领 科卡罗斯 装作答应他的要求 邀请他赴会商谈 弥诺斯来了 受套科卡罗斯的盛情款待 经过长途跋涉 弥诺斯准备洗个温水澡 来消除旅途的疲劳 等他坐在浴缸里时 科卡罗斯让人不断加火升温 直到弥诺斯烫死在废水里 西西里国王把尸体交给克里特人 说弥诺斯是在洗澡时 失足跌入废水池之中的 克里特的士兵在阿格里根同城郊 隆重地埋葬了弥诺斯 并在他的墓旁建造了一座 阿福洛迪推神庙 拜达罗斯成了科卡罗斯国王的座上客 他在这里培养了许多有名的艺术家 成为西西里岛土著文化的奠基人 他在那里虽然受到敬重和礼遇 但由于儿子残死海中 他内心却一直闷闷不乐 万年时更加忧郁和苦恼 最后他死在西西里 并被埋葬在那里 所有的冬天都被扣担了 同一休的冬天都是 日后 Kiss 他的冬天都有 主要是 晴冬天都扣了 封侠最后 有此冬天都被扣担